今天要教大家做的这个气味霸道的美食 就是火遍全国的广西柳州的特色小吃 螺丝粉 睁大眼睛看好了 这是一个既解馋又过瘾的吃法 又简单又省事 而且在每家的话都可以做的 既然来到了新东方 咱就要做螺丝粉的升级版吃法 爆炒螺丝粉 我们就用从超市买来的袋装螺丝粉 方便快捷还操作简单 煮粉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如果说 今天学会了成功的话 那我们除了炒这个粉 我们还可以炒酸辣粉 对对对 这个要煮多久 这个的话要煮八分钟到十分钟 煮粉小窍门 螺丝粉煮得轻了煮不透夹生 煮得久了又弄了 容易断没绞劲 所以这个时间的把控很关键 煮好了 这螺丝粉不是特别容易煮 您拿了一盆水干嘛烧 对把它冰凉 这样口感特别的滑爽 而且也是为了防止 它在炒的时候这样煮 对对对 它口感的话也非常的 会筋道一些对吧 会筋道一点酷酸 这一看万老师就没少吃螺丝粉 螺丝粉煮好了之后 过凉水瀝干水分备用 开炒了 开炒 加一点油 移住了 先把锅 放在润一下锅 用锅两点吗 对 这样好 好像有沾锅 炒粉最容易沾锅 关键步骤来了 一定要用油润一下锅 然后再来一点点的凉油 让锅更加顺滑而不沾锅 接下来我们这个 腊翻天什么样 对 我们 剁椒 剁椒 腊椒 万老师 我只让你这个进阶 没让你超越 你要把人腊翻嘛 接下来我们为了省事 我们的话把鸡蛋放在一块炒 把鸡蛋的香味融合进去 不打一下的吗 鸡蛋不用打 我们直接的话拿进去 为什么鸡蛋不打 现在不大话它是把颜色更层次 专门要这样的效果的 对 好 把我们的虾仁放进去 虾仁放进去炒虾 这是新鸡蛋了 好 所以说大家喜欢吃的都可以加 对 它可以加肉末 咸肉丁 不可以 鸡肉 对 可以加腊肉也行 到这一步也可以单独成菜 对 炒米饭浇面条都没问题 是的 炒出香味之后 重点来了 加入螺蛳粉的灵魂 酸豆角酸笋 炒香之后我们放一下洋葱 这顺序不能混了 对 放一点点红油 可以看一下颜色好不好 哇 好 接下来我们放一点油 我们这个料油 我们在这有点香油 就做了葱油啊 对 葱油很好 我们放这个 螺蛳粉 螺蛳粉 看到了 因为我们是拿这个凉水震过的 所以它才能散开 好 来一个 翻炒米饭 把表面的水分炒蒸发 炒出热气来 所以炒的时候要大火猛炒 对 要把它里面的那个水气全部炒干 对 炒干 这样一份想吃不过咽口水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 螺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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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蛳粉料 它里面带着这个杖根 对 把这个它还能倒进去 然后放一点白糖 有点糖它也不会那么辣 对 最后一步啊 我们把葱花 还有我们的青椒 还有我们的花生米 花生米是提香的 还有我们的什么 这个 牛达腐竹 对 腐竹 腐竹片 翻炒 好 一会儿翻炒 你还真别说啊 这么一折腾下来 真的闻上去没那么臭了 所以说如果您爱吃螺蛳粉 但是又怕闻那个臭味的话 我觉得这个方法 真的可以尝试 可以了啊 出锅 油亮的米粉 焦香的鸡蛋 点缀着脆口的酸笋酸豆角 青红椒点缀 是不是看着就想来一口 闻到了螺蛳粉的味 但是没有那么臭啦 你真的是感觉根根分明的感觉 不错 不错 冠老师 您真太有材了 您太牛了 真的好吃这个 给我学 大家 学 口感也好 然后 这特别香 这特别香 这比咱们最想吃的那种 任何一种都香 吞不了口 吞不了口 香了你就多吃一点 最主要的是非常香 好香 好香